嗨 各位好 今年已經是2020年了 現在我要開始 來做影片的分享 那今天我就要跟各位分享 波子腳蛙 波子腳蛙現在這一兩年來 越來越多玩家在收藏 那我現在跟各位分享 建議 以我自己個人飼養的經驗 我們家柚子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我們家柚子 我們家柚子 在這裡 差很多齁 我們家柚子 已經養了一年多了 這是剛進來的 你看這樣子的色差 我們家柚子上去是綠色的 那現在的 波子腳蛙一直都有在進化當中 所以色差會越來越多 像這隻就有點地分離的 地分離的顏色 好 OK 那波子腳蛙 好不好飼養呢 其實波子腳蛙 還比其他的腳蛙還好飼養 除了中腳 中腳蛙是真的實在是 水質要求沒有到很高 也很好餵食 那波子腳蛙 其實也蠻好照顧的 他們是非常非常貪吃的 非常貪吃的一個 蛙寶之一 不要看他這個可愛的模樣 我們家柚子在睡覺 剛剛叫他起來有點不爽的眼神 哈哈 好 其實腳蛙我們似乎都是用 乾絲分離的方式 但是我發現到波子腳蛙 他不太 需要用到 類似水盆 水盆 就是讓他們泡水的地方 像我的話我就 沒有用水盆 我頂多就是早晚 早晚幫他們附近 或是他身上噴個水 這樣子就好了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 我會 覺得 這樣子方便 讓我可以注意到 他們有沒有排尿 代謝 那整理方面也比較簡單 對也比較簡單 那如果說 你有想要讓他泡澡的部分 我會建議 冬天的時間 大概一個月一次就好了 一個月一次 平常的話 他們只要有飲食 沒有問題 還有 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要特別注意 因為 其實很多 會生病的蛙 除了外在的因素 溫度 溫度的上下落差太大之外 再來就是飲食 你給他吃的食物的來源 一定要乾淨 好不好 一定要乾淨 那益生菌千萬不要省 蓋粉 蓋粉也是一樣 這個都是蛙必須 所要的營養補給品 OK 那再來 脖子腳蛙 我為什麼說他好飼養 因為 他對於 對於 那個 環境 就整個環境 你只要 不要太潮濕 記得不要太潮濕 好 脖子腳蛙 他的環境不要太潮濕 再來 幼蛙階段 像這個幼蛙階段 也不要用你的手去接觸它 幼蛙階段 就像我們的小baby一樣 他們的免疫系統 抵抗力非常非常的弱 非常非常的弱 雖然 他們 小時候很可愛 你也會很想要用手去動它 用手去摸它 但是我覺得 這個都會增加 挖身病的風險 好不好 會增加挖身病的風險 像我要 像你看 我這樣子要讓它轉方向 你只要碰碰它的 另外一個方向的後腿 挖大部分的它就會 轉個方向了 對 你不用用手去抓它 那你 如果真的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想要碰它的話 你可以用你的手背 就是手掌 這邊的手背 輕碰 輕碰它的背部 就好了 不要去接觸到它的下腹部那邊 包括我們家柚子也是一樣 我也都是這樣子 接觸它而已 OK 那第二個原因 為什麼不要用手接觸它的原因 是 因為挖的溫度大概都在十幾 十幾度左右 呃 二十 二十到二十三 差不多 那我們 我們的體溫 各位想一下 三十度以上 那 那你經常這樣接觸它 碰它 會不會有室溫的問題 我跟各位說 多少會喔 多少會喔 那個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 有時候 我們四組 有時候想一下 我們的挖本來都好好的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會生病 為什麼突然就會生病 為什麼突然就會生病 像 我遇過好幾個挖友 就是非常喜歡自己的挖 偶爾就拿起來 玩啊 齁 拿起來 就在身上啊 或者是一起看電視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很多 但是各位 有這樣子習慣的四組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挖 挖 它們身上的溫度 跟我們身上的溫度不一樣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 挖是因為 生病 溫差太大 就算有時候 你不是用手去接觸它 你看天氣的變化 你想一下 天氣的變化 都會影響到挖的食慾 低一點食慾 所以 再來 天氣悶不悶 啊 你的環境 如果說 沒有經常整理的情況下 是不是很容易就生病了 所以齁 這個要 特別注意一下 我還是 建議齁 不要經常性用手去接觸你的挖 好不好 哪怕你戴手套也是一樣 你戴手套可能沒有絮訓的問題 但是還是會有溫度的問題 如果你要希望讓你的挖 減少疾病的話 就盡量不要用手去接觸你的挖 好不好 那各位如果有看到說 我有用手去接觸我的挖的話 基本上 我都會做到 非常有把握的方式 例如 第一個 橙蛙 橙蛙它的抵抗力本來就會比較好 但是我也不是因為說 它已經變成橙蛙 所以我就經常會抓它起來玩 幾乎都沒有 我除了 拍影片 跟各位分享 它的狀況 或者是 要幫它換環境的時候 抓起來 拍個照這樣子 不然 通常時間 我幾乎都不會去接觸啊 我都不會用手去接觸啊 OK 那今天 我這個就是要介紹 這個 波子腳哇 波子腳哇 其實 非常 非常的萌 非常的可愛 超可愛 它照顧起來一點都不難 一點都不難 一點都不難 你只要控制好食量 定時定量 定時定量 不要過度餵食 好不好 這個都之前 我都有分享過 挖 挖他們 他們取的食物 本來就不容易啊 所以他們 會很珍惜 每一次 是 能到嘴巴的食物 所以他們會拼命吃 他們不知道什麼叫吃飽了 當你給它太多的時候 它 食物太多 撐住消耗不了 得了腸胃病肯就會 投胎了 對 就會投胎了 所以齁 你定時定量 我會建議大概五天到七天 餵食一次就好了 冬天可以再拉長一點 冬天可以拉長三到五天也沒關係 你只要 附近有一些水 讓他們身上 有保濕的作用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那有需要收藏的朋友 可以私訊給我 或者是 搜尋挖寶去 都可以找到我的訊息 好 謝謝 謝謝